无病呻吟 土味暴击 一看一个布置声 现在导演和编剧的坚持状态 还是太超前了 大腰传这部口悲逆天的大暴剧 它特别的成功 成功做到了 从头颠到尾 当我以为前面十好集 都在闪现的向柳山改的 一塌糊涂的剧情 已经让这部剧 到了一个不能再离谱了的程度 好家伙 没想到你都快到大结局了 还能顺便再玩弄一下舞的感情 让我最最最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整整一集半的男女主 决裂剧情 观众都已经哭得不行了 结果 你告诉我这是幻境 幻境 就能接触 不是真实的幻境 为什么 那这一集半的幻境 就还挺真实的 谁家好聚拍幻境拍一集半呢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求求你咯 为什么说第二部平等的对不起所有人 就拿男女主角力的这个片段来说 剧粉可能只会觉得 大可不必拍一集半那么长 但看过原著的 恐怕想记刀片的心都得有了吧 因为原著里是苍璇刺杀了图山景 结果剧里直接赶成幻境 咋的 是像洗白苍璇 又觉得这场戏是高光 所以才这么做取舍的呗 那可太厉害了你们 更好笑的是 编剧把这个罪名 安在了陈荣心悦这个角色的身上 我想请问 理由呢 动机呢 逻辑呢 故你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部剧的宣传打着大女主的名头 结果女主的事业心 在剧里还赶不上女儿呢 人女儿最后都成长到了上战场 保家卫国了 女主都两计了 才给自己挑好了丈夫 今天不是在四个男人之间周旋 就是各种伤心 各种哭 黄卫还是帮哥哥争的 我算是看明白了 原来这部剧 就是通过跟四个男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来体现大女主的 除了硬要塑造出一股 四个男人都要围着女人 专任的雄境氛围 还有经典的 要了本曲 我的天哪 这是4202年吧 我都怀疑我的耳朵听到了些什么 绝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要了你 我只会再去了你 最后要你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在另一个女人的踏上去要了你 这一幕播出后 更是喜提热搜 说实话 我是真的 有点不太懂 现在的电视剧 都是这么套路又超前的啦 什么玩意儿 其实吧 看透了这种 矫健脑汁 硬要搞阅恋的剧 还不如看点 甜到你心坎里的小甜剧呢 恋爱麻烦暂时天 小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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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咱大海哥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 让看青子的脸 丢了一遍又一遍 这回又得被闺蜜一顿屈屈了 话说 机灵尘满土炮 我爸总的受众群体 到底是谁 合着他自己 倒是严爽了 一点也不顾观众的四胡 小肉猪 回头 真的 现实生活中 谈一个这样的 一回头 感觉这辈子都完了吧 而且 谁家爸总 这样跑步啊 你丑手的早上 刚起来上班 看到自己男朋友 是这样的 早上好 小肉猪 这都不是 射死的事了吧 反正我上班的心 已经死翘翘了 起初我以为 是这个动作不合适啊 后来我发现 是我骗面了 要不怎么说 演员这碗饭不好吃呢 对着这张嘴 你能亲得下去啊 反正这回我是真的 一点都不眼红 女主挣这份钱了 甚至我都觉得 应该给女主赔点 精神损失费 总之 这回这款心形 全方位都是 死角的霸道总裁 载刀 算是被他给闯进去了 但我只想说俩字 白走 走你 便是 打西衣简媒 全员过家家 内娱电视剧剧情 怎么越来越迷惑了 表面上是一部武侠剧 到头来 全员不是在谈恋爱 就是在谈恋爱的路上 明明我前段时间 还各种推荐 结果 我到底还在期待什么 说好的男主 有五百多场打戏呢 主打一个观众 就是大冤种是吧 把打戏全放花絮里了 正片里 我是看不着一点 其他人也是 一道打戏 要不就是定点摆pose 站桩输出 全靠特效 要不就是 一剪煤 只用一根手指 我承认 你们的特效 是很好看 那也不能老是 给我看五魂真神啊 这不本末倒置了吗 真的 我从来没有 看一部热血剧 看到被气得 血热了的时候 而且我也不是很理解 谁家武侠剧 框框上天入地 特效眼花缭乱的呀 玩的呀 除了特效之外 这部剧的剧情走向 也是相当的迷糊 最大的问题是 强行给女主 加了太多戏份 原助理 去天启城 参加学堂搭考的 就是尹洛霞本人 结果 剧里直接给改成了 女主冒充尹洛霞的身份 去参加考试 不仅如此 就连李长生 带百里东军游历江湖 剧里 都得强行带上女主 可想而知 后面的剧情重点 基本就在谈恋爱了 其次 就是男儿叶顶之 和女儿易文君的佳戏 还有司空长风 角色戏份的删减 让这部群像 热血 武侠剧 描编国偶恋爱脑剧 相比好评如潮的 少年歌情 这部剧给我感觉 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 你以为这就完了 要不怎么说 现在的电视剧 还是太超前了呢 光是恳都灵这段 谈平谈 都是能让我 小脑萎缩的程度 那就更别提 这部谍战剧 确切的来说 应该就要间谍过家家了 本来我以为这个年头 观众的口味都已经被养雕了 编剧导演是不是得更努力了呢 但是看了这部剧 我才发现 我又又又想多了 这部剧弄多颠呢 因为地下的人员 看不懂男主画的地图 女儿也是组织里的一员 能带头违反纪律 让男主这个外围人员 带他们去救人 而这部剧的女儿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好几次都是一模一样的撞造 但偏偏她就是不会暴露呢 连执行任务的时候 女儿负责在外面接应 她的任务就是听到枪声后 开始倒数六十个数 一分钟后 如果还没看见他们 就得赶紧开车走 通知联络点的其他同志撤离 其实我的关注点 还真不是女主数的六十个数 在我们这儿是三分钟 而且我感觉这一段 应该是想利用镜头语言 表达出紧张的氛围 但这效果 确实有点感人 如果把女儿数数的声音 跟镜头同步的话 是不是会好些呢 让我绷不住的是 就在女儿终于看到 男主亮亮强强 还被抓了的时候 她就那么水灵灵的 喊出来了 女儿 我感觉我的智商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不仅如此 这部剧还凭借一己之力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赛道 野偶剧 男主被压缩刑场的路上 可以在车上 恍若无人地跟女儿 来了段近半分钟的 名颂秋波 干嘛呢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这怎么光在说女儿了 女主呢 没错 此时的女主 正在骑马赶来的路上 年度顶级诈骗曲 杜华年 除了男女主的感情性 还算可以 当然最后女主人设也崩了 其他部分 我是真的不知道 该跟我的眼睛 还是我的耳朵道歉 哪冒出来的人 我还以为是只野物呢 一见便就是个疏度 看来你自己也不会有知识之谜的 特别是男二音响歌 有专属BGM 有制作人独一份的丑爱 加戏改戏根本不在花下 哪里都有她的镜头 就来英雄救美的戏份 她也要无情剥夺男主的陪跳拳 但这些都不重要 这拍摄手法 还有没有人能管管了 牛顿你快睁开眼看看 2024年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 总之 现在的剧 就给人感觉 像着急完成PTI似的 故头不顾尾 潦草了事 敷衍观众 就这 他们还一卷再卷呢 真让我替你感到悲哀 那么你还知道 这些有哪些魔幻的剧情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